古代和未來全面覺醒 狂野之力 異度審判 環境已經正式來到了我們很陌生的地方了 因為它不是在主線故事之中可以獲得到的 我們就透過卡牌來慢慢認識它們 想開到什麼 當然是這一些新鮮的寶可夢 我還沒有捉到的 還有全圖人物 白鹿也是我原先不認識的一個訓練家 他是來自黑白板的 那官方好像也有全新的預告片可以看 介紹這一次的全新一代 破空燕 波蕩水 猛雷鼓也是 雷弓 脖子很長 長到都一定要用這樣彎的 不然畫不進去這個框啊 那未來版也是 最主要是三劍客 原本是帶拉吉 勾帕路 大家早就認識的 如果你是玩未來版的 就需要去添加你的戰力了 尤其在退環境之後 你不管哪一副牌組 有很多人都卡牌都不能用了 都要換新的 還有這一次最強的A-Spec 一副牌組裡面只能放一張 你看超級好看 整張都是紅色的 這種卡都超級強 這也是本次集中要來抽的 你們有玩嗎 比較想抽到哪一張 有人想抽到鐵斑葉 有人想抽到破空燕 好像這些神獸都各自有擁護者 哇 果然周董還是成熟的大人 就是要抽全途白鹿 跟小孩子就是不一樣 他們都想要抽什麼神獸 沒有 周董就是想要白白胖胖的妹子 哇 來了 狂野之力 始終了 第一張是熔羽獸 熔羽獸也是很久以前就已經有了 雪豚蟲 我覺得他設計的還蠻好看 他會變成雪龍鵝 新的支援者 探險家向導 查看自己的牌庫六張卡 選擇兩張加入手牌 感覺不錯耶 可以任選加上手 而且雖然說他是古代標籤 但不限制古代牌組才能放吧 我來幫大家翻譯啊 日文我也是略懂略懂 中文就是 我自己還蠻喜歡第八世代的冒險舞台 他都有很多這種工業風的 風妖精 柔柔治療 從自己回合完成進化的時候 自己戰鬥區的草屬性寶可夢 HP完全恢復 不錯耶這個可以玩耶 他不是回什麼五十點六十點 直接恢復滿的 阿伯蛇 阿伯蛇不知道在幹嘛 為什麼在捆綁 為什麼在捆綁 泥鋁仔 我每次看到他都覺得很煩 玩泥土 身體都變得很髒耶 訂購盒 全新的i-tan 他超級站在哪裡 排庫裡面選兩張物品卡加入手牌 例如說 你打進化型的卡組 你很容易缺糖果 可以一次拿兩張糖果 整個戰鬥區、備戰區 把它設置完整 但是他有代價 如果你使用這張卡 你的回合就結束了 不能使用攻擊 熊尾牙來了 古代標籤全新的卡 剛剛在官方網站上有看到 地盤崩壞 將對手排庫一張卡丟棄 若手牌使出了古代支援者卡 哇 可以改成丟三張耶 現在很少見耶 在賽場上很少見這種噴牌的 毒牆威 受到對手寶可夢招式傷害的時候 將使用的招式寶可夢中途 哎呦 反擊對手的感覺 瑪麗露 在水裡面吹泡泡 為什麼這麼呆萌的感覺 好友寶分 剛剛被觀眾點名的 說是這一次非常重要的牌 從自己牌庫選擇兩張 HP70以下的基礎寶可夢 放在背彈區 哎呦 欸不錯耶 他不是支援者 不限制一個回合只能發動一張 你如果是打進化鏈的 你的基礎寶可夢 常常都是HP70以下 例如瑪麗露就是啊 瑪麗露是不是70 對啊而且VIP還綁第一回合 沒有在第一回合抽到 就變成廢卡了 還在卡一個位置 好友寶分一定是更加靈活的 來囉 哎呦 黑變 在這一包裡面 有出大卡囉 會不會是我們的 全新的傳說寶可夢呢 狂野之力可以開到 剛剛大家講到的 波蕩水 欸 感覺是長波子 猛蕾谷EX 不是波蕩水 但是他是他兄弟 是在這一次DLC 全新加入在我們 豬子冒險舞台的 見色咆哮 即將架 這個我還沒有出 波子非常長 一剛開始推出的時候 很多人說他長得很奇怪 但看久了也是蠻有喜感的 將自己場上的寶可夢 任意數量的基本能量丟棄 造成其一張數的70點傷害 欸這個不錯欸 因為他不綁屬性 只要是丟基礎能量 都可以乘以70 咕咕 最近加入了很多 第二世代的寶可夢 到我們主遊戲裡面 那就很多人在猜啊 該不會下一次的重製作品 有機會可以看到 第二世代冒險舞台的作品 例如說 Let's go 經營 海地鼠 這隻怎麼長特別短 這邊都是鄉民30公分 這個8公分 哇他長得那麼短 招式竟然是挖道寶 為什麼 他們不懂 琵琶 琵琶是天心隊的成員 他也是蠻正派的一個人 盡管他 把化妝化得 兇神惡煞 琵琶卸妝之後很美的人 這我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他個性很好 因為珠子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那種 個性有缺陷的人 但是琵琶算是裡面 看得出來他是很好的 古代標籤的 全新寶可夢卡 雪橫劍雨 增加自己棄牌區 古代卡片的數目 乘以10點的傷害 欸感覺不錯欸 因為你如果是古代牌組的 你整副牌一定有很多很多 古代標籤的卡 危險密林 雙方所有中毒的寶可夢 除了惡屬性寶可夢以外 因中毒而放置的傷害指數 變成兩個 哎唷 賭產啊 配合猛惡姑 謝謝補充 猛惡姑是那個 卡波耶拉 惡系的嘛 松葉的信心 幽靈屬性盜館館主 我也是略懂 略懂 它的盜館是需要 摸黑彩迷宮 有點感覺 哎唷 AR卡 來看一下 SAR的話大多是神獸 但AR卡就比較多 有可能是小隻的 來看一下 欸 阿伯 阿伯怪 AR 欸 很少見欸 很少見欸 因為阿伯怪 已經算是很老很老的寶可夢了 以前雖然說有見過它的 大張圖的卡 但是這種 特別幫到繪製美術圖的AR卡 完全沒有印象 所以說很難得在這次卡波 可以看到阿伯怪 蠻懷念 我覺得 武藏嘛 那個武藏冒險的好長一段時間 那個時候要把它放走 還哭得一塌糊塗 毒牆圍 欸 A-Spec 哇 好亮喔 你看它這個鏡面閃的感覺了嗎 而且它這個A-Spec的字 好酷喔 跟其他寶可夢卡 物品卡的著色方式就完全不一樣 新衝天能量 如果是二階進化的寶可夢的話 是兩個彩色能量 唉唷 不錯唷 如果你是二階進化寶可夢牌組 必納入啦 必納入 喔這邊有大卡喔 這邊特殊囉 來看一下 來開個波檔水 可以 耿鬼EX 哇 它這個手 歸出了這個帶有靈氣的波動 蠻精緻認真的 喔 這邊也有一張AR 而且它不是進化型 這個邊沒有看到頭 基礎AR就多囉 看是不是大家喜歡的 開 正義法 這張人氣也是非常高喔 當初的時候 還有一個道館館組 就是拿它作為主力 然後這一次 做了古代版 原本它算是可愛可愛的 被加了古代標籤之後 欸 它的眼神 邪惡 緊急滑板 最新的寶可夢道具 如果那隻寶可夢的HP 剩餘在30點以下 則不用撤退能量了 殘血的話 直接溜來溜去囉 比逃脫滑板還要更厲害 欸 古代標籤的顧樂盾 顧樂盾也是蠻多卡的 這次又對全新添加入一張新的 原生亂打 造成自己場上 古代寶可夢數量乘以30點的傷害 古代的卡 感覺真的是可以 組成大家庭 互相配合 大力2 這張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歡喔 因為陪伴我小時候 很長一段冒險過程 這隻寶可夢身上放5個傷害指數 這個回合 這隻寶可夢所使用的招式 對對手 哇 加120點的傷害 欸不錯欸 原本就打160 使用了這個代價奔流之星之後 就可以打280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是激流 玉山加的特性都是 我自己在負傷 我反而是可以給予對手 更多招式傷害的 還蠻有本傳之中初始玉山加的精神表現 欸 古空疾瑜 欸這個很好欸 只要古空疾瑜在場上 所有進化寶可夢都可以用 先前進化前的招式 超級棒了 以前我們都要貼那個 回憶膠囊 而且一個寶可夢 他就需要貼到一個回憶膠囊 兩隻就要兩個回憶膠囊 但今天他只要在備戰區 大家就可以回憶起先前的招式 非常優秀的一張卡 剛剛已經先看到了 偷偷先看到這個邊了 是基礎 開 泡沫隸屬 剛剛在官方偶像上有看到 他是一系列的 一整個家族的 都在這個 party的場合 旁邊還有這個旗子 雖然說目前還是有點亂 但大家可以把 泡沫隸屬一家 排開來看 你就可以知道 這整個故事發生了什麼事情 卡哇伊 沒有錯 看一下 投瞄一下這個邊 欸 欸 真的是S卡的邊 這包就是了 這包就是了 那我先開另外一包 把S卡放最後 看一下這一包 欸 還有格紋欸 確實有一點點像是太金化 看一下看一下 哇 亮 很亮 山海地鼠EX 對啦 是太金啊 看來是我看的不夠多啊 他現在頭上頂著大電燈炮囉 三色炮 麻痺控制 從自己手牌最多三張能量卡丟棄 給對手寶可夢造成 張數乘以30.3 三張的話就是180了 不錯欸 一能就能發動 剩下的能量卡從手牌丟棄就可以 好這一包是S卡的邊喔 不知道是不是寶可夢 來 開 波檔水EX 哇 SR的 哇他R卡都還沒抽到 我就先抽到了SR 而且波檔水的背景 特別設計過 是這個古代炎城 斷崖峭壁的感覺 非常具有野性啊 長青浪濤 在寶可夢受到招式傷害的時候 宣洩吼笑 如果對手贈到寶可夢 處於特殊狀態的話 追加120點的傷害 所以這部牌也是要打特殊傷害的 他才可以發揮他著我的招式傷害效果 剛剛大家一直講到的 猛惡姑 猛惡姑拿出來 今天一盒狂野之地 我們開到了有三張的AR卡 正義法 泡沫隸屬 阿伯怪 三張都是我很喜歡的美術圖設計 R卡的部分 土台龜EX 猛雷鼓EX 耿鬼EX 撥檔水EX 古代標籤 這個知道很多人想要啊 不錯吧 A-Spec 我們這邊抽到了 新衝天能量 有點天原突破的感覺 翼飛衝天啊 緊接著來 異度審判了嗎